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第33课 首先 列一下SAMD里面的一句话 我们把他读书了 接着上一次我们说了 这个三魔地里面我们要学会面对死 然后呢告诉我们这个生和死呢 这是一个连续的连续 那什么叫连续体呢 这里再进一步解释 一直持续的进行着 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 那就说了生死 所以这句话呢还要连着下一句 在这里面呢 虽然我们没有要求去把三魔地的话 列下来 但是生和死 大家懂得记住的吧 打一下我看看 你记住生和死这个词了吗 出来吗 生和死是怎么写的呢 他还说 像烟和羊 啊 清灯很厉害嘛 Life 没让贝勒的贝勒 多用功的一个人呢 就得一百二十分 好 厉害哈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 我们要知道生死呢 他要持续进行 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 所以大家不用怕 不用说哎呀 我怎么那么短受 哪有什么受呢 没有开始没有结束 这一期不是你的开始 临终也不是你的结束 他还会持续玩架 只是不停的换的衣服进行下去 不需要怕的吧 好 就是有的人换衣服快一点 有的人换衣服慢一点 死以你而换 好 那这样呢 我们就对生死 保持一个非常平淡的态度 没能够进入三国里 要不然你总是紧张 恐惧 放惧 那你无法平静下你 人也没办法去 好 我们学一下今天这几个词 很简单哈 就三个 第一个 end 你看end 我们都知道结束 end 但是它后面还有 less ly endles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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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持续 第二个词呢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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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分开 affording affording 下一个呢 en en 大家把后面去掉 你看前面叫 begin 我们说的开始 begin 但它后面呢 加了个 n i n g begin begin 就它的就没有 生死了 在这个里面 大家知道begin和end 它们是一个呢 是一个反应词哈 开始 就会结束 但是你看begin 加了个ind and 为什么不加ind呢 你有没有想过 没有开始 no begin 为什么这个叫ind 这个不变呢 有没有谁能说明一下 前面加了后面就不讲了 begin 你要查的话 开始 是个动词 这个动词 它又不是谓语 它必须要变形的 对不对 所以它是谓语 它又没有名词 所以它要变形 变成名词才行 那就加了ind 你去查一下 它可以有名词作用呢 那就不用变哦 就原来拿来用就好了 所以 咱就知道了哈 适合结束不是偏心哈 是因为它没有名词 咱得给它变一变 and 人家有名词 咱就拿来用了 好 就这句话 那么简单就过去了 咱们看读的时候 有没有要注意的呢 也没有 就是一个and 听一点就好了 with the beginning and now end 前面就两个单词 and they are falling 再加上 这里逗点 迎一下哈 with now begini and now and 你来试一下 放松松哈 不要紧张 每一个单词会读就好了 没有酒吗 肉费 我来试一下 好的 endlessly I'm falling with no beginning and no end 非常棒哈 真误 试不吉祥 来读一下 endlessly unfolding with no beginning and no end yes 听起来还不错哈 谢谢 我们亲身会想拜 下一个 为的是靠后 小局 老师吉祥 大家好 我来 先读一遍 enlessly unfolding with no beginning and no end 谢谢老师 我们再读一下哈 第一个词 endlessly and and leasly and lea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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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no end and nesly 我听名字的 leasly 是勒是吧 是勒是吧 leasly and nesly oh norsly leslie norsly leslie 哦是 老师感宁 我们的好的 来过来哈 下面是文正 好 师父我来试一试 leasly leasly handsly unfarting with no with with no begin and no begin begin 这个重音哈 begin begin and now end 戴这个点点呢 就读重一点哈 begin begin 下一个背的 之前背的上来 老师好 我来背一下 咱们读的读背的背了 这一句话就这样结束了哈 接下来呢 我们要学重点部分了 重点部分是 我们的章程 要背下来哈 章程 咱们学了 协会的权力呢 尤其可以有这些权力 a 是 什么 b 是什么 b 是什么 还记得吗 现在呢 嗯 就一个背 刚看到哈 现在先说 a 协会的权力是什么呢 谁敢背 in particular 妹 第A条 打酒 我来背 好 子连 Aquire, hold and dispose A real or personal property 谁能把他背的解释一下 Yeah,获得 只有转让个人财产 No 还缺点东西 人的个人财产是real property 还有呢 还有个什么禅呢 你不想处置他 是吧 做的只有处理好的 然后那么下面谁敢背一下B条 B条是什么来着 要跑银行啊 谁来背一下 英语背一下 有没有酒 这是必须背的 好 好 几连 Open and operate accounts with financial institutions 解释一下 解释一下 后面是什么呢 不是你解释啊 别人解释 中文也不会解释 你这张成就白学了 第二条是什么来着 先去开还要怎么样 开启 开启运作 账号在金融机构 你把它编一下呀 在金融机构开启运作账户 你把它编得像中文一点呢 好不好 你按词就不够搞出的 C C 对了 C 你敢背一下 昨天学的 C 开启了账号了 咱有钱呢 是吧 有钱呢 咱可以把钱怎么样呢 谁来英文背一遍 这条就是说 咱有钱了 咱可以把它放到哪里去 比如说在买点股票啊什么呢 还记得吗 谁想来背一下 好 我还是子凌 背一下 那解释的时候呢 怎么解释呢 我们的钱可以放在 我们的钱可以投资于 什么样的账取 什么样的证券 可以合法投资的信托机构 那样的证券中 清增那个词排列下来 还会排列 就是没有把它组织成中文的讯息 把它整理好 对 投资在这些个合法的信托机构 那种证券中 你把英文变成中文就顺了 你这个能顺吗 好的 那接下来今天我们就学地条了 看谁能背 当然了 明天再见 那么协会还有什么权利呢 尤其可以有这样的权利 比如说咱没钱了 花着花着呀 钱不够了 那这时候咱们又要办事情怎么办呢 那我们可以去募捐 可以募捐以协会的名义去募捐钱 这个money可以募捐去 捐来的钱咱们可以使用 所以咱们是有这个权利的 所以说当我们协会资金实在不足了 怎么办 可以募捐去 当然了 当然了 募捐的话 总不用还了 可是咱们不愿意呀 那不是等于欠债了吗 一边是不还 咱们因果上不是也有那一条吗 到时候还得还出去 所以还不如借用 也可以借用 保障 借用钱 借用就得还了 你借多少就得还都要 假如人家有利息 还要把利息还上 所以这个借用就必须要还的 可是不管募捐也好 借用这个钱也好 一定要按照条款 这一定要按条款 借用的 那大家说条款多了 好多条款 如果我们借钱的时候 发现某一个条款 不适合我们 我们也要借吗 不适合我们 我觉得这条款 对我们来说呀 不够好 比如说借钱 他说利息很高很高 那人家条款就是这个 那咱借不借 那借的话 还的话还很多 咱认为不适合呀 所以咱就不借了 按条款 那得去 审树民好 不是我们认树 是不是我们认树 和事的条款呢 要不合适 咱借那个 但什么 要不要还那么多 好 所以我们按条款呢 也一定要按照什么方式 按照我们这个 AID是 AID是指我们协会 我们协会认合适的方式 我才去借 你这个条款我认不合适 我就不借 募捐万一你要给我提条件的 我认不合适 我也不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有几个生词 先学一下 让大家忘了没有 首先 不捐呢 RAID 借用 BORROW 保管 Term 按照什么什么样的方式 就是后面这句话插入这里 然后按照某种方式 In the manner In the manner 认为 认为 Consi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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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适的 A Properate Appropriate Appropriate 先来读一下那几个单词呢 跟左边在一起 BORROW GORRAID 呼水 BORROW Considers 我上来你读 我读还是不是呀 好的 我听到你上来你读 In particular Race World Terms Manner Considers Appropriate 好 完全正确 好的谁 Race Follow Terms Manner Considers Appropriate Appropriate 好的 没有问题 下一个小句 老师您好 您好 Ra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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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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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ms On the terms On the terms Manner In the manner A Ma Manner In the manner Consider Consi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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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ropr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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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 热 非常好 刚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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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正 Appropr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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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有点问题 这几个有点问题 M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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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Considers Considers 我们慢慢读哈 这是 Appropriate Appropriate 慢着读就对了哈 自己再念 够了 以后再快 好 谢谢师傅 这句话 咱们看看 有没有 需要注意的地方 Rease And 就发现 And 多 Rease And Borrow Money On the terms And In And In the manner A Considers Appropriate 为什么要注意的哈 我们都学过 那么 接下来呢 大家 准备好 放轻松 咱们用 归宿 把这一句话 给它编读下来 先归宿 试一下哈 准备好 Read And Borrow Money On the terms And In the manner A Considers Appropriate 能听到吗 听到几个地方 就在 的 可以上哈 A 点 可以上 O A Considers Appropriate 好 谁来试一下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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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in the manner it considers appropriate. Raise and borrow money on the terms and the minute. and in the manner is considered appropriate. 回家來讀一遍. Raise and borrow money on the terms. and in the manner it considers appropriate. 你adding也好,你adding也好,這個and,in還有兩種連的方式. adding或者anding就可以. 所以基本上聽過來就是and in the manner,and in the manner. 他們幾乎就成了,and in the manner. 好,下一個是落水。 老師,我來。好。 Raise and borrow money on the terms and in the manner it considers appropriate. 非常好,沒學過的讀得這麼好。 師父,我來試試。 師父,我來試試。 好。 Rise and borrow money on the terms and eastern and in the terms and in the terms and in the meaning it considers appropriate. in the manner,不是many,是manner。manner。manner。 in the manner。 好,謝謝師父。 那我們都讀完了,是吧? 這句話會讀了。 接下來看一下。 這個話的意思呢,跟我們一起,就有所不同。 哪裡不同呢?你看。 這裡不同。 這裡不同。 廚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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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廚語,它好像誰也沒指誰。 怎麼回事呢? 以前都是會指向一個詞。 現在它怎麼不指向一個詞呢? 看哈,廚語說。 the association。 廚語呢? may read and borrow. 那借什麼呢? 可以借錢。 money。 這主委一定很清楚。 可是啊, 還有添加了兩塊。 這兩塊不是解釋某一個詞。 它是解釋什麼呢? 整個這句話。 就是你借錢的這個過程。 你協會借錢的過程啊, 必須符合這些。 所以這兩個呢, 它不是指一個詞。 它是指向這句話。 它是解釋整句話。 就借錢的那個過程。 也要符合這些。 也就是說, 借的, 還有錢的, 借錢的過程。 這兩大塊, 也都要符合這些。 比如它在修飾整條句子。 那修飾整條句子的這個枝葉叫什麼? 大家想一想。 你覺得它應該是什麼語呢? 它不是說錢。 它也不是說借。 它說借錢的過程。 那整個句子我都要給你, 就是, 說明了。 沒有說一個詞。 說整條句子的是什麼? 哎, 小句很厲害。 怎麼不願。 就是整個句子, 壯。 它在這裡起這樣的成分。 好, 咱們又學到一條。 如果, 只是, 在這裡, 說這個詞的時候, 咱們知道是定於。 或者在前面這裡說一個詞, 也是定於。 那假如說在這裡說一個詞, 解釋一個詞, 那就叫壯。 現在咱們又遇到一個, 整句話我都要說, 我不是一個詞。 那不就成了壯語嗎? 所以, 大家會發現, 壯語它有好多個。 要麼它就修飾了一個, 老虎, 鬥詞。 要麼它修飾整個一句話。 所以壯語, 他們大神老師教的, 分為九種。 好像我記得分為九種。 修飾整個句子, 說明它是條件, 說明它的目的, 說明它的時間, 說明它的等等等等。 有太多。 那不是咱們現在學的內部, 後面我們會把它歸類。 但是你現在就知道, 壯語好像好多哦。 就是這個問題。 那今天我們會不會學到呢? 可能會學到一條。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哈, 今天我們可能會接觸到一條。 這不就是大家學習的速度了。 那今天這句, 大家可以看到這張圖, 來背一下嗎? 試背一下。 比如說, 協會可以籌集和借錢。 但是呢, 要在這個條例, 這個條款下。 但是呢, 我們還要審核一下, 是不是我們覺得合適的款方。 如果我們認為不合適, 我就不接。 如果我們認為合適的方式呢, 我就不接。 好, 有沒有誰可以把這句話背一下呢? 當場背不下來是嗎? 哦, 有啊, 好, 哦, 非常棒。 是的呀, 非常棒。 那麼下一節課, 我再提咱們再把這協會的權利通通複習一下哈。 這節課咱就不為了, 看清楚就好。 今天的重點語法, 我們在這裡。 上次那個餐廳裡面那些話, 我們看到大家都在複習哈。 怕提問, 當然哦, 既然你複習了, 咱就不問了。 好, 當你沒有準備的時候, 咱再問, 這就挺好玩的哈。 那今天呢, 我們再學兩句。 學個啥呢? 就是我還要再多學兩句。 萬一我喝咖啡不順我口呢? 苦啊, 怎麼辦? 咱得加糖啊。 好, 那糖是哪個詞呢? 給我畫出來。 這糖怎麼讀啊? 會查不? 就是說我咖啡要加糖。 你那個糖, 怎麼讀呢? 不會呀, 我得查呀。 所以大家要去會查。 那我給你查出來一個。 我給你查出來了。 那你查的時候呢, 也要記住哈。 查到這個詞, 看它怎麼讀, 再看它是什麼詞。 這是我們必須的三觀哈。 它怎麼讀呢? 是sugar, sugar。 好, 那這個, 和什麼什麼拌在一起。 比如說我要咖啡要加糖, 就等於說糖和咖啡加在一起, 和在一起了哈。 那這時候就用with。 看它倆攪合在一起哈。 with。 明白嗎? 它兩個融合在一起了。 有時候呢, 跟著順著也用with。 和誰誰誰在一起也是這樣。 那尤其咖啡和糖混在一起, 那就更是和在一起了。 它不是和了, 是攪合在一起了。 也用with。 那你說, 我這咖啡太苦, 我要加糖了。 Coffee with sugar, please。 我直接要了, 我咖啡要加糖哦。 Coffee with sugar, please。 sugar, 糖哈。 各位, 你愛吃糖嗎? sugar。 你喝苦咖啡, 還是Coffee with sugar? 那你們喝咖啡, 是喝的純的苦的咖啡嗎? 各位,你們都喝的是什麼呢? 不喝呀。 我喝的呢, 我喝的呢, 都帶著sugar的哈。 Coffee with sugar, please。 所以下次我要過去點的時候啊。 哦, 你帶奶啊, 可以呀。 milk。 Coffee with milk, please。 咖啡加奶哦, 都有的。 那你點的時候就可以去說了。 好, 這時候我們又學了一個詞,with。 以後大家說, 你要喝什麼, 再加點什麼呢? 有力。 就這兩句。 可以加呀。 難道你不喝咖啡嗎? 青燈。 因為純咖啡很苦很苦的呀。 哦,你喝的是帶糖的。 Coffee with sugar. 可以加奶啊。 加奶更好喝呀。 香醇可口哈。 香甜可口。 今天文叔說要去什麼, 喝人家洗酒去了, 所以他不喝咖啡。 。 所以咱加sugar和milk, 對她來說無關。 人家喜歡酒。 Coffee、洗酒。 Coffee with sugar, 就是咖啡 with milk 上一次我们文叔就搞一笑话 我们文叔一般喝的都是加糖加奶的 三合一的那种咖啡 但是上一次咱这里有一个纯咖啡 咱们文叔不知道是纯的 他以为是三合一的 他说哐汤就泡了一杯水 泡完一杯水以后就 哎呀好苦啊 好苦啊 吐啊 又不能吐 强烈的那种苦咽下去了 把我乐得 有那么苦吗 他真是苦啊 那怎么办 都不能喝 那也不能倒 那不是浪费三宝的东西吗 哎呀把他难过的 然后他就进去加水 一杯加成三杯 还是苦啊 那更喝完了 怎么办呢 然后我们就给他糖 又给他奶 他就三杯搅和 估计把他给撑到了 那次忘了跟他说 少加水 你搞成三杯 喝得完吗 那个 但是呢 那次挺好玩 他真的没有想到 给他那么苦的咖啡 啊好酷啊 是的 所以以后记住啊 你要是只说 咖啡 人家可能会给你上一杯极苦的咖啡哦 到时候人又不能吐 那你怎么办呢 所以你最好是 咖啡 with sugar 哦 请等 咖啡 with sugar please 你免得让我吐 因为有时候我们受不了那个苦 我第一次喝苦咖啡 在台湾的时候 我说也是 有一个同学 是泰国的 泰国同学 喝咖啡 我说喝 他就给我送来一包 送来一包以后 我一吞 那个香 哎呀 太香了 啊 我终于哐一大口就喝进去了 那个苦啊 哎呀 是痛还是喝呢 喝下去吧 哎呀 终于吞下去了 然后看见那一杯 把我难过了 我这一杯怎么喝下去呢 捏着鼻子喝下去了 所以那是第一次尝到苦咖啡 是在那时候 然后他就 他就惊讶地看着我说 他说我送给任何一个人 他们都不喝 只有你 全喝下去了 你真的厉害哟 很少有人喝苦咖啡的哟 我就想 我还能在你那里露怯呀 所以吞下去了 哎 我都吐死 好 记住了没 咖啡 with sugar 对呀 对呀 纯咖啡极苦 还不是一般的苦 哈 那比中药还苦 你知道吗 很提神 就那一个苦就很提神 那加上他本来提神 两种提神 的确 你不加糖 真的吞不下去 他后来他说 嗯 我觉得你不错 他说就我一个喝苦咖啡 现在我又认识你了 我以后得提供你苦咖啡 我就想 面子吧 不要再提供我苦咖啡 要不然我还得怎么喝糖 sugar 挺好玩 咖啡就可以 自己磨得最好了 新鲜 本来有点困 听了咖啡 苦现在有精神了 咖啡 with sugar 就不要苦了 这两句话学完 咱们呢 继续往下看 假如说 我们想要再加点茶的时候 上一节课咱们学过 如果你不说一句话 是怎么表达的呢 你说我再加点茶 你怎么表达 还记得过 不是一句话 就非常简单 他们也能听懂 再来点茶 怎么说 上一节课学到 打出来我看看 再来点茶 看咱们说 随意打出来 相当准确 multi please 就这样子 那么大家都不知道 这个是不是完整的一句话 不是完整的一句话 那今天我们就把这句话 完整说下来是什么样子 是这样子的 multi please 是 人家能听懂 但它不是完整的一句话 完整的一句话是 有主语 有味语 一定要有主味 这两大部分不缺 所以这里呢 就发现了 有谁呀 谁要喝更多茶 I would like multi please 这才叫完整的一句话 你说 去说 我再加点茶 那就是 I would like multi please 但如果突然一简单忘了 multi please 也可以 整句话是这样子的 再来点茶 would like 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披萨 你要说我要一个披萨 我要一个披萨 那你也可以说 a pizza please 咱们学过的 可是整句怎么说的呢 它是这样子的 I would like a pizza please 好 下面咱们模仿一下 我想要一个三明治 怎么说 我想要一个三明治 I would like a sandwich please 嗯 棒 那我想要两个三明治 怎么说 please 再说一遍 I would like two sandwiches please 加 对了 对了 加一S了 就对了 没有考导 好 下一个 咱们再想一道题 我想要 一杯咖啡 不会呢 或者打不来啊 我想要一杯咖啡 I would lik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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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up of tea a cup of coffee please I would like a cup of coffee please 好 这是慢读 下一个 我想要三杯咖啡 现在是我想要三杯咖啡 I would like three cups of coffee please please 你加什么东西了吗 cups 啊 cups 在杯后面要加S 那我们若水也打出来了 I would like three cups of coffee please 好 下一道题呢 大家就开始打出来 我要看你打的 对不对 嗯 下一道题哈 我想要 两杯果汁 和 两个pizza 打吧 我想要两杯果汁 和两个pizza 我再等你们的答案 打出来 I would like to cast a juice into pizzas 我们做水的速度真快 那你凝基础 你真的是凝基础吗 怎么这么快 快 是的 因为果汁它没有办法数 那只能用杯子去盛 两个杯子 然后呢披萨是可以数的 就是两个披萨就这样直接说就好了 两个牌丝 其他的呢 其他的呢 速度还是挺快的 没交这么难的 I would like to cast a juice into pizza 没一个出错了 太厉害了吧 好 还有吗 没了是吗 那你说这里面 I would like to come to you Juice不是gill 清灯 果汁打错了 and也打错了 也就是 adn to sandwich pizza 你那个是三明治 对不对 单词搞错了 Juice 还有pizza 不是三明治 pizza 是饼 三明治 是三层的那个 对吧 你知道吧 单词记熟了 好 也差不多 句子 还是记住的 那我们的 紫帘打的是 glasses 咱们没学 当然了 如果旅会 也可以用了 是杯子 玻璃杯 那是玻璃杯 咱们这是茶杯 反正呢 你要不讲 就什么杯都能盛 那一般果汁 是用玻璃杯盛的 可以 glasses 那是相当完美 那么像carp 这种呢 它用的这个杯子 就是瓷子的杯子 或者紫砂的杯子 它是不透明的 大家应该有印象 是不是 喝茶的时候 是不是 carp 什么是carp 杯子 就那种不透明的东西 很少用玻璃的杯子 喝茶 当然也有用 玻璃杯泡茶 所以说 大家可以 按你自己的 喜欢去做 一般的果汁 或者是什么 水 它们用玻璃杯 去喝 也可以用 glasses glasses 这句话学会了 对吧 学会了 咱们再学一个简单的 前面呢 咱们到那个餐厅 去点餐 都是很客气 please 假如说 我们很熟的时候呢 就知道你叫什么 那我这时候 就直接 就非常 简单的去 让你帮我倒杯什么呢 或者帮我拿点 我就可以 就一个词 然后再喊你名字就好了 比如说 这个 Peace Anna 就完了 Anna Peace Peace是什么 还记得不 前面学过哦 咱们曾经说过 A cheese Sedwich 是什么 都不记得了 谢谢 是我打错了吗 再见 他不是再见啊 我打错字母了吗 我打错再见了 我打错再见了 我每个字 也怪不得大家 都被搞出来一个问题 听到错了 这个 查查这是什么 好 假如说我喊 我喊 Anna 就是 Peace Anna Anna 给我拿个奶酪来 那现在我们大家都很熟 都知道叫什么 我们也可以这么简单的去 找一个人帮我拿 嗯 比如说我喊 她说 Pizza 清灯 清灯你知道给我什么吗 Pizza 清灯 哦 耶 那假如我又喊了 我说 Sedwich Denu 那你赶紧的 Sedwich Denu 赶紧的呀 怎么那么慢 他竟然听不清楚 哎呀 这也太让我难过了 他这个没当好 咱下一次哈 咱不用他了 换一个人 说 Coffee Celine 赶紧送上 又换一个 Juice 小Ju 果知来了 你看这几个服务态度多好 就那真误就说 没听到 没说啥 我着急了 不要了 算了 不要了 他就歇着去了 哈 所以呢 服务态度不好的时候 可以偷懒一下哈 有点远 是的 算了 不要动了 送一个 送一个 三明治 还得飞 还得飞 太麻烦了 算了 不飞了 好 那这个呢 咱们就已经会了 你可以 也可以简单的 你熟人 就Water Lily Water 你国内的 你也没听清楚吗 Water Lily 听清楚了 就这么简单 T 白水 常 是的 这就是非常简单的 日常生活中 就不用一句话 也可以的 喊他名字 说一个词就好了 当然了 你也可以用一句话 I would like 什么什么什么 也可以哈 这是我们在餐厅的 这些个话 你记得住一句呢 如果显得你比较高明嘛 你记不住一句呢 他们也总喊一个词 以单也不显得不差 所以呢 也是一个词就行了 那么餐厅就这么一点吗 不是的 还有很多菜呀 菜名啊 面条啊 米饭啊 什么的 咱今天 就不太 不再学这么多 免得你记不住哈 就这些东西 你已经能吃饱喝足了 后面那些词 我们后面 再继续跟进 所以大家不要急哈 今天我们再学一个 新鲜的东西 总在餐厅转 你会烦的 咱今天考试 万一有中餐厅 怎么可能没米饭呢 我不相信 在国外就找不到一碗米饭 你确定吗 敢敢打赌 我就觉得在达尔文就能找到米饭 包子饺子我都能找得到 然后我会喊 然后他叫什么来着 他就送来了 怎么没有呢 而且还熟了 一锅米饭都有嘛 所以你不用担心哈 不要你会那个词 他一定会给你送来 你实在你想不起来了 那就搞一披萨式 充饱算了 I would like 我想要 就是这个意思 would like 想要 他们非常客气 用 would 是非常客气的 去要求要这个东西 would 是非常客气的 在我想要 would like 搭在一起 我想要 好的 餐厅转出来了没 转出来 咱就要考试了 考试 大家赶紧查 考试 是什么 怎么写 考试 测试 测试 查 对了 生物还挺厉害的 Exact 那么一场考试呢 一场 用哪一个词来代替 词 一场一个 那都是他 咱们说 是不是能用 呃 呃 A 可是有两位同学 打出来 N A 为什么不用 呃 为什么用 N 一场还带 S干什么呢 请登 一场还要带 S吗 是双的哟 它不是多复数 它只有一个 一次考试吗 因为开头 这个Exam 它开头这个E 它是原因开头的字母 所以前面这个A 一碰到原因开头的字母 它得变形 本来A就可以了 奇怪的是 这考试 你怎么长成这样 你干嘛 要用原因开头呢 你原因开头了 是不是 那我也得啰嗦 我还得变形 我还得加个N 那就是这个 如果它不是原因开头呢 那这个就是A就可以了 是原因开头呢 咱还得变一下形 加个N 就这样的规定 没办法 所以 咱这个A也得变个形 N S 一场考试 那考试呢 可以数的 你看 考一场 考两场 考三场 考对 是吧 可以数 可以数的时候 是不是就可以 直接就在后面 加S 两场考试 那么 两场 就是二 二场 两场 怎么说 去 XR 对吗 为什么又要加S了呢 因为它变成复数了 对吧 它不是单数了 所以这个 又要加S了 那要是三场呢 看看答案 三场呢 三我就知道 One two three 好 三 那考试 好了 好了 三 好了 我跟你们不一样哦 我调了个什么 S 对了 为什么我要调呢 我为什么要调S呢 出现呗 再一个 简单这样子呢 二一场 英语 English 是吧 考试 Exam 对了吗 各位 二 English Exam 你看我做的 对不对 为什么你们用N 为什么用N呢 我用A不对吗 哦 English 也是E开头 A-I-O-U 也是原音 音标开头 那这里呢 我要加个N 我怎么给忘了呢 N 好 我改一下 N English Exam 对不 又不对 A-I-O-U 一场不能加S 好吧 就把这个S去了吧 现在呢 对了没 再看看这个对了没 哦 Yes 对了 好 下一个 你看我做的 对不对 我查 B-T-T-E N 因为什么 因为总 掉那个N 是吧 嗯 这次不一定是N 因为原因 我还不确定 所以先用A吧 容易得 容易得 我查一下 什么叫容易得 查到了 容易得 容易得 中文 中国 考试 那么多 哎呀 厉害哦 Easy in the Chinese 我查了一句话 对了没 一场 容易得 中文 中文 我觉得没问题 又不对了吗 哦 Easy也是 这个原因 所以我还得变形 真麻烦 And Easy in the Chinese 对的 对了没 终于对了 是不是 那么要注意的点 我出现了好几次错误 你们记住了吗 我可是出现好几次错误哦 你们还会跟我一样犯错吗 不会了吗 不会了吗 不会啊 这个就是我们要学的 今天咱就不露事了 明天咱们再学到 咱们明天也学会翻译再壮语的句子 好吧 今天咱就不学了时间过了 今天咱就先学这几个 长长的不是句子的短以后 一定要记住今天学的单词 额 遇到后面的词是原音开头 就变成N 好那么 可数的名词呢 除了一场两场一个两个 一个以外 只要是一个以上的都要加S 我也要记住 明天咱就学到了 带壮语的主卫宾 而不是主戏表了 咱这次要学主卫宾这样的句 那壮语又是怎么样的呢 明天揭晓 好 今天就到这里 各位 再见了 感谢观看